第一讲 初识PHP 课程内容安排 首先介绍PHP 第二部分介绍PHP与ASP、JSP的对比 第三部分介绍PHP常用开发工具 介绍PHP PHP是Hypertext Pre-Processor超文本域处理器的低轨硕写 根据PHP官方的定义 PHP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开源的一般用途交本语言 它特别适合于Web开发和侵入到HTML中 下面讲一下PHP的前景 选择一门语言学习 其前景如何是我们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毕竟Web语言素主ASP、JSP都可供选择 为什么选择PHP来建设网站?PHP有前景吗? 先看下面的统计数据 根据Netcraft的统计 2002年PHP就已经超越了ASP、JSP、Pro等语言的应用 在Tobi语言流行程度统计中 PHP稳固占据五种主流语言之一 2006年超过了41%的主要网站运行的PHP 新的资料表明50%的Web2.0网站采用PHP开发 PHP已经得到了包括SAT、Adobe、Macromedia、Oroco、IBM、 微软在内的主要厂商的认证和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说 PHP语言和微软的.Net、上帝国的Java正在三分天下 在严肃PHP的统计资料 中国的PHP应用在2005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在中国网站前500名中有262家使用的PHP技术 占整体比例的52.4% Google排名在25种行业网站的前4名网站中 采用PHP技术的网站增加到192家 占整体比例的76.8% 可见 有众多的网站投入PHP的怀抱 新型的Web2.0网站对PHP如此垂精 这些数据注意说明PHP非常有前景 PHP的优势 PHP是一种很有前景的Web语言 因为它有这几方面的优势 首先是开放原代码 PHP是开放的 这就意味着可以随意修改和扩展它的功能 还能够得到数百万的PHP程序员 数万个PHP开发团队的支持 可以与他们一道分享心得交流经验 这对程序员来说是在美妙不过的事情 第二 意义学习PHP的语法 与C ASP GHP类似 对于属于上属于原子仪的人 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掌握PHP的核心语法 如果又对HTML非常了解 可以把PHP代码很轻易的融入网站设计中 第三 数据库连结 目前PHP开发者为了更适合Web编程 开发了许多外围的机库 这些库包括更易用的层 这样就可以方便利用PHP链接包括 Oroco XS MySQL 站在的大部分数据库 第四 面向对象编程 基于Web的编程工作 非常需要面向对象编程 PHP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它面向对象 提供类和对象 支持构造器 第五 可扩展性 随着版本的更新PHP的功能在一步步扩展 同时由于它是开源项目 这样出去PHP 自己完全能够对它的功能进行扩展 下面介绍一下PHP的发展历史 PHP最初由 Ris Morse Rodov 1994年发起 之后 之后 以PHP Torus 对外发布了第一个版本 在这个早期版本中 提供了访客留言本 访客接触器等简单的功能 1995年 PHP的第二个版本文是 定名为PHPFI PHPFI 是一个专为个人主页表端 提供解释程序的程序 它有着Pro样式的变量 能够自动解析表端变量 加入了对MySQL的支持 并可以嵌入到HTML中 已经包含了今天PHP的一些基本功能 这几天 Andy Godemans 和 C5 Sourosky 加入到程序开发中 他们三个就是PHP的创始人 1998年6月 第三版PHP正式发布 第三版PHP 被定名为PAPV3 它类似于当今PHP 语法结构的第一个版本 它最强大的功能就是 也可扩展性能够给用户 提供数据购物协议和API等技术结构 PHP的扩展性会吸引了大量的开发人员 加入并提供新的模块 扣来的事实证明 这是PHP3.0取得成功的关键 2000年5月 PHP官方发布了PHP4.0正式版 PHP4.0除了更高的性能以外 还包含了其他一些功能 譬如支持更多的Web服务机 辅助缓存更安全的处理用户输入方法等 2004年7月 PHP5文是 PHP5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版本 它采用任的2 引擎 完备了对象模型 开进了语法设计 最终使得PHP成为一个设计完备 去免疫对象能力的交本语言 目前PHP已经发布到 5.0版本 下面介绍PHP 和ASP GSP的对比 PHP,ASP,GSP 是3种常用的网络开发语言 它们之间有了各自的特点 下面对三种语言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比较 ASP是微软发布的交本语言 利用它可以执行动态的Web应用程序 ASP的语法语 VB非常类似 学过VB的人可以很快上手 这也是集中交本语言中 简单医学的开发语言 JSP是上公司推出的一种动态网页技术 JSP技术 以Java语言作为交本语言 熟悉Java的人可以很快上手 JSP本身虽然也是交本语言 但是却和PHP和ASP有了本质的区别 PHP和ASP都有语言引擎 皆是执行程序代码 而JSP代码却被编译成Servlet 并Java虚拟机执行 甚至编译操作仅在对JSP页面的第一次请求 使发生PHP的语法和Pol相似 但是PHP所包含的函数 远远多于Pol PHP语法简单 非常易学易用 很利于快速开发各种功能不同的网站 由于免费开源 它往往和同样免费开源的 Apaq和MySQL搭配使用 可以非常快速的搭建一套功能丰富的动态网站 性能对比 这个表中给出了PHP和ASP和JSP的性能对比 从表中可以看到 它们操作系统只有ASP只在Win3下 PHP和JSP在各个操作系统上均可 Web服务器 PHP可以用多种Web服务器去支持 ASP一般用IIS支持 JSP有多种服务器支持执行效率 PHP很快 ASP快 JSP极快 稳定性 很好 PHP很好 ASP中等 JSP加 学习门槛 PHPASP比较低 JSP高 函数支持 PHP多 ASP较多 JSP多 JSP多 安全性 PHP比较安全 JSP比较差一些 升级速度 JSP很快 JSP慢一些 网页结合 JSP好 JSP好 JSP差 JSP开发时间 JSP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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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P比较长 JSP JSP JSP三者都是面向Web服务器的技术 客户端浏览器不需 要任何服务器的软件支持 三者都能潜入到HTUM代码中 由于原引擎解释自行程序代码 HTUML代码 主要负责描述信息的显示样式 而程序代码都用来描述处理逻辑 唯一不同的是 JSP代码被编认移动 Servlet 比如加买虚拟机 解释自行 下面介绍PGP常用开发工具 编写PGP程序 协助一些工具软件 会是编程工作示范功倍 PGP开发工具有很多 常用的代码开发工具有 Rend Studio PGP Edit 网页编辑器 有FrontPage Dreamweaver 文本编辑器 UltraEdit Edit Edit 甚至Windows自带的基石本 都可以写原代码 先说一下PGP的代码开发工具 首先介绍一下Rendus Studio 它是一个强大的PGP应用程序开发工具 它包括编辑、调试等客户端及服务器组件 Rendus Studio的编辑功能 非常适合用户编写PHP代码 它提供项目和文件管理器 能在Rendus Studio中管理文件和文件夹 它提供代码补权功能 能实现PHP、HTML、变量、关键字等在内的代码补权功能 它提供代码模板 能帮助用户快速准确的编写代码 对讲要编写的代码片段 模板可以很快的插入一个构架 它支持语法高量 能将代码自动高量显示 以读出不同的语法元素 它支持代码缩禁 能控制PHP代码的格式 Rendus Studio的调试功能也很方便 它通过PHP应用程序的运行过程 能够给出错误报告、贬量值和输出值等重要调试信息 它提供PHP的在线手册功能 能够通过Rendus Studio浏览器 给出所查询的PHP函数的详细参考信息 Rendus Studio还提供其他辅助功能 注入定位导航功能 能够提供多种方法来定位 到想调整的文本和代码 自定义快捷功能 能够根据通常的按键习惯 自定义键盘快捷方式 Rendus Studio功能界面有多个窗口 如图所示 就是Rendus Studio功程界面 可以看到文件管理器 检查器 编辑器 浏览器 调试输出 等窗口 借助它 我们就可以方便的编辑和调试PHP程序了 下面介绍另一款软件 PHP Edit 它是一款Windows平等下的PHP教本开发工具 开软件为快速方便的开发PHP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其功能包括 代码提示 集成PHP调试工具 帮助生成剂 制定义快捷方式 快速标记等 采用这种开发工具 可以方便的进行PHP代码设计 其功能界面 如图所示 DiskP 判断 Dis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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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介绍网页设计工具 首先是FrontPitch 它是微软公司推出的一款制作网页的软件 简单易学容易上手 使用者可以容易管理网站的内容超链接页面和最终发布 FrontPitch 与微软的Office各软件无缝连接 编辑是由三种模式 普通模式 用来编辑网页内容 HTML模式 用来观看FrontPitch自动生成的HTML代码 预览模式 演示网页效果 FrontPitch的工作 界面如图所示 FrontPitch 对于初学者具有很大的优势 即所见即所得 即使不懂HTML语言 也能支出出有专专业效果的网页 使用者很容易在网页中加入ActiveX Control JavaScript VScript 等组件 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 对新技术缺乏支持 生成代码荣誉 对数语库支持不住 下面介绍JavaScript 它有着非常友好的代码和设计模式 能够为网页设计者提供非常方便的辅助 即界面如图所示 这边Webler具有很好的直观与高效性 它的标准功能界面 有标题栏 菜单栏 插入面板组 文档工具栏 标准工具栏 文档窗口 和状态栏 树心面板和浮动面板组 下面介绍文档工具 UltraEdit编辑器 UltraEdit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文本编辑器 对于C元,ASP,PHP CSS都有很好的语法支持 能够支持红 有列模式 对于处理大容量文本 二进制格式 文件很有优势 上图就是UltraEdit编辑器的界面 上面有标题栏、菜单、工具栏 下面是驱动器文件列表和文本编辑器 显示类似质量管理器的文件录录 和所编辑的文件内容 UltraEdit具有16进制编辑模式 可编辑二进制代码文件 支持同时编辑多个文件 支持多文件的查照与替换 支持拼写检查功能 支持多种文件格式 包括TXT Word IxCPP.H Java 这是红功能 这是红记录 红编辑 红调研的多种红处理 给文本编辑中经常重复的操作 能够带来很大的便利 介绍了UltraEdit 非常有必要介绍UltraEdit的直媒软件UltraCompare 它是一款内容比较工具软件 能进行文本模式 文件加模式 以及二进制模式的比较 并且可以对比较的文件经营 合并同步的操作 这是UltraCompare的操作界面 左边可以打开比较的文件 右边打开需要比较的另一个文件 自行比较就会以红色标注出 两个文件不同指出 之后可以进行合并同步等操作 非常方便 EditPlus也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文本编辑器 它支持文本HTML 程序员代码编辑 支持HTML CSS PHP ASP Pro C C++ Java JavaScript VBScript 语法高量显示 文件以正式表达式的方式进行查找与替换 可以在某一目录的所有文件夹中 进行支付传承查找 它的工作界面日图说是 如果是实际上的任务 任务平均的旗并员 ���醒来 啲ự发达将助达 建议 说明 政手 优优独播剧场 BGM C BGM BGM M 记事本也是场用的PGP编辑软件 它是Windows之带的小软件 同时在处理比较简单的文本时候都会用到它 记事本占用内存比较小 运用速度很快 但功能小简单 如图说是 对于我们学习简单的PGP程序 记事本就足够了 本书的例子都是在PGP 再记事本一下输入的 综合练习 第一,利用PHP语言输出21天基础教程 程序代码如下锁示 只需用PHP函数i后输入21天基础教程即可 综合联写二 PGP的优势是同数据库结合 是编写一个连接数据库的代码 PGP连接数据库首先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是设置初始变量 第二是连接数据库 第三判断连接情况 程序代码如下 步骤一 设置初始变量 首先设置服务器地址 用户名 用户密码 第二步是连接数据库 调用MySQL Connect 第三步如果连接失败报错 如果连接成功 输出用户名 还有成功连接数据库 以上就是第一讲的内容